另外澎湖发生了一起货车翻车的意外 今天中午一辆前往马公市区送货的货车 行经马公海军基地前疑似风太大 加上车速快货车重心不稳翻覆 汽车油料卸了一地就怕酿成火烧车意外 锦销也就地取材 使用一旁的烂泥覆盖油料 驾驶当下也自行脱捆 货车90度侧翻在地 车内的油料不断涌出 锦销人人赶紧拿布料塞住 就怕持续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烧车 太近了 有啦 还有水平 不是怎么会翻过来 我才会翻过来 我才会翻过来 他自己翻过来 翻车意外发生在澎湖 一辆准备载货到马公市区的货车 经过海军基地前 疑似因为风大加上车速快 重心不稳整台车翻覆 锦销到场时驾驶已经自行脱困 没有受伤 但是不断从车内渗漏出的汽油是易燃物 也有可能会污染周边的植物 锦销就地取材 挖土覆盖 近日澎湖风大 沿海的风有六七级 最大的阵风也达到十级 警方提醒民众外出要特别留意 记得澎湖综合报道